我觉得美国现在没有希望这个战争冷却的一个迹象 美国只是不断通过两亿美金 然后我又多少军火 让我多少部队到了北约 那么让俄罗斯不会想到跟北约国家为敌 那么安定他的盟友的这个军心 民心 那倒没有看到美国基本上出来处合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那你意思说这个是泽伦斯基的主动 对 因为他担心再继续打下去 可能乌克兰会撑不住 对 现在我想他得到的军情报告都不是很有利的 那尤其在东面 这些主力部队都被歼灭掉 这个乌克兰后面真的靠老百姓 这个民兵靠那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三天的军事训练去保家为国 我觉得他应该是承受很大压力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他口风不断在变 不断在变 那就表示他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袖 一个很有经验领袖 他不能叫变来变去 那他这个变来变去 一下说 哎呀我们应该不要再打了 我们什么都可以谈 我都可以谈 我现在加入北约我不要了 什么什么都可以 那后来过两天又硬起来 又硬起来了 说要打 又软了 又要谈 那他一直在 自认为自己很有创意出了很多点子 我觉得有点像在演戏 在现在这个这么严肃的地方啊 我想以普丁的这种老谋生算了 他是一个非常长久在那个打了好多次仗了 他一定会不会只为军事而经事 他会不断的把他逼到一个 就英文讲不断把他 把他推到那个角落去 那他现在就慢慢被推到角落 等他的部队不断的被歼灭 那么虽然有很多捷报 这个乌克兰军人很勇猛 超过俄罗斯的这个 当初的预期 这种我相信 就是说乌克兰军队是很小永善战 可是问题是没有滞空权 没有滞空权 没有外援 你只能 你不能突围 你就躲在你的阵地里面 那就等着一个被消灭 你没办法击退敌人啊 那你只能在这里等这个战争持续的 这个撑 看谁撑得久 就撑得久 而且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他今天断水断电 你就很难撑了 然后断粮 因为你被包围了嘛 现在基本上都是包围 俄罗斯我看他一开战场 他就是东为时 西为虚 对不对 基辅是虚 然后呢 所谓的分割 把你的战场分割 国家分割以后 分割 包围 下一个就是歼灭 那现在已经在包围了 包围才会有人到走廊 才会有地方让这个人民出来 如果 如果 没有包围圈的 也没有什么人到走廊 老百姓要走就走了 所以看起来是都包围了 那我觉得他就 基本上 这人其实每天得到的战报 就说 哎呀 又一个城市陷落 现在两个了嘛 现在两个市场也换了嘛 那么俄罗斯现在看起来在做战地政务 战地政务也就是说争取民心嘛 那么因为当时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打内战以后 当时的 就两个口号 他说我要让你们的退休人员都没有退休金 因为这些是乌克兰人啊 可是你们现在叛变了嘛 你们现在不忠于乌克兰 虽然你过去替乌克兰效命 你有应该国家给你退休 你们这些人通通没有退休金 然后我要让你们下一代都在哪里 都在地窖里面长大 打了八年了 那现在以俄罗斯的军队他控制的区域 我想他现在在做战地政务 所以不断的这个俄罗斯就说 我们有多少人道救援物资 进入了卡尔克夫 进入了马利波 进入了哪里 这些就在做战地政务 就在争取民心 文定民心这一块 那不过我觉得就俄罗斯的可能战略 就是说他已经为后战争时期 已经做了一个怎么样 他也在做人口的这种转移啊 他会变成很多地方 当初可能是乌克兰军队占领优势的 包括在这个 这个顿内茨克跟卢干斯克里面 因为顿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一半的领土 这个州的一半是乌军控制的 那现在把这个原来被乌军控制 他现在在怎么样 他现在人口的一种转移啊 都变成亲俄的人士 那我想现在就在做这种战地政务 这些我想 对哲伦司机来讲 我觉得他应该得到的 这18天来他得到的讯息啊 应该是坏消息多于好消息 那么你看他的脸上表情 这几次这一两天 我觉得变化很大 那么前几天我觉得跟那个欧洲 欧洲议会 还有跟英国议会讲的时候 慷慨激扬 而且这个投书的也很好 刚理过法 然后精神振奋 这两天就感觉变化很大 那么他也是投出了很多要和谈的这种 所以14号今天就要谈了 他们现在 第三轮 第四轮 第四轮 第四轮